这些女明星单看长相一般 但同框就杀疯了 大家好 我是小方 娱乐圈有些女星真的很宣戏 乍一看呢并不惊艳 但只要跟人同框 感觉就可以咽压群方了 1.陈都林 最近热度很高的陈都林 虽然一直在营销美貌 可单看她的脸 眼门还有法定纹有点重 也就是个普通的 性老美人 但跟别人同框可就不一样了 在剧里白露站在一起 她的身材高挑千细 天鹅颈突出 仪态也舒展 特别适合古装 对比之下 整体效果就比白露优越一些 但被陈都林虐得最惨的 应该就是沈月了 只要沈月跟陈都林站在一块 就像丑小鸭遇见了白天鹅 沈月的身材是硬伤 马思纯和陈都林站在一块 也没逃到啥好 一个温柔甜静 一个大大咧咧小女汉子 陈都林最佳的战绩 还得是在星辰大海的大合照里 一眼扫过去 她的身材修长 天鹅尽寸拔 气质满分 宛如附加真千金 二 沈月 被陈都林虐得很惨的沈月 身高上是真没啥优势 但前辈灰影红色夸她 有一张老天年少饭吃的脸 沈月呢 她这张脸 就是天赐给她吃饭的脸 别说别说 沈月还真是靠脸出圈的呢 早些年拍的日系文艺风格照 就很有氛围感 不看身高只看脸的话 沈月真不一定会说 最近呀 新综艺的路透里面 沈月跟女网红 依梦琳的对比就特别的明显 虽然依梦琳身材比沈月好 但两人同康 沈月脸上的折叠度太突出了 比脸就完胜 这也是典型的网红脸和明星 有臂的有力证明啊 沈月也曾跟周杰琼拍过姐妹照 跟赵金麦在电影里演过好同学 跟他们同康时 沈月也没有说 甚至还更好看一点哦 无线超越班里 沈月的古装扮相 备受好评 跟里面的女明星同康都没再怕敌 只要不比身高 沈月的脸就是很上镜 三 林允 作为星女郎出道 林允的鲜鱼系脸 让很多人都get不到 单看并不惊艳 古观拎出来也还有缺陷 但跟其他人同康时 林允却总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在活动上跟陈都林同康 陈都林仍在肤色 但林允整体视觉更好 头包脸很突出啊 跟明夜美人终处新眼前 林允的眼也没有垮 甚至还挺清纯的 跟韩国歌手金炫雅同康 林允没说 跟郑修妍同康 林允也没说 林允也曾跟网红同康过 虽然网红大眼圆脸还化了浓妆 但林允在头包脸 林允明显更有辨识度啊 4.关小彤 关小彤单看实 脸是好看的 但脖子有点短 衣品又不好 常常显土气 不过一旦跟其他女明星同康 她的身高和大长腿 就是合影力气啊 在之前的微博之夜里 关小彤跟其他三位女星同台 这大长腿 赢麻了呀 跟身材矮小的巨禁一同台 更是妙杀 当然 露丝也逃不过童姐的腿杀咯 当然啦 关小彤也不是每次都赢 一旦她的缺点没藏住 转脖子和宽肩露出来 补气就盖不住了 跟中处西同框 被对方优越的脖颈线条比下去了 还有这种 穿了一条 显得她特别尖宽 还没有腰的裙子 简直就是完蛋呀 5.李小冉 单看李小冉的颜值 有很多人觉得 长得有点苦 get不到她的美 但她一旦跟别人同框 冷白皮 就能吸引所有人的眼睛 一个人去看秀的照片 李小冉在人群 就是白得特别的突出 也因为她太白了 别的女性跟她同框 总显得黑了几度 汤维 刘涛 高圆圆等等 在她面前 就像只黑天鹅 娱乐圈行走的日光灯 可不是吹的哟 6.蒋依依 零零厚小花 蒋依依的颜值 也不稳定 遇到好的造型师 就是古装美人 但遇到不靠谱的造型师 就只为她拍成这样了 不过 她的气质一态都挺好的 叫起来很甜美 所以在合影里 总是让人眼前一亮 之前在2022星辰大海 40位演员的大合照里 站在第一排的蒋依依 气质也很抽重 笑得甜美 让人印象深刻 所以 肤白貌美 大长腿的女星 在合照中 真的很占优势 单看不惊艳 合影很厉害的女明星 你还知道有谁呢